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华井他们来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做 好 这就是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驱感 驱感就是你拿到的驱感令之后 华井会把这个驱感令送给他 告诉他说六天之后我就会来了 然后呢 你就跟去法警约了时间 法警就上门 上门做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事情 有吗 各位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那最好都不要有 真的 你最好都不要有 因为法警上门其实是很烦的事情 首先 他会跟你约好一个时间 你呢 你就自己带了一个锁架在那边 然后准备换锁 法警一过来 比如说他说十二点过来好了 他通常就是十二点左右 他就给你打个电话说 哎 我现在在路上了 你是不是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你就会说 哦 对对对 我在这里 然后你就在那边碰头 法警就上来 然后上门 你在那边跟他碰头了以后 敲门 敲门 有人硬门 那就开门 然后法警就会告诉这个租客说 那我现在是上来驱赶你的 那你如果有一个尊严的想要自己走出来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没有尊严的我把你架出去也可以 我是有看过法警把人架出去的 那个确实是挺没真正的事情 我那时候看的还特别惨 那是一个妈妈 然后刚跟老公离婚 然后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钱给老公了 租金给老公了 老公没付给房东 然后就是背后捅他一道 但是这也就是一言之词 其实那个东西是有证据的 有证据的 我有看到那些证据 虽然说法官最后没有批他的诉求 但是我有看到那个证据 那总之呢 反正这个世界单亲妈妈 带着两个小孩 他心里打从心里 没有觉得他真的会被虚感 所以他完全没有准备 一屋子的东西都还在那儿 然后呢 法警上门就把他拧到结上去 如果说有的时候人比较多 法警就把这个妈妈 还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法警没有把他架出去 他就把妈妈架起来 然后两个小孩就出去了 然后他们就一三个人 就坐在路边那边开始哭 就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法警上门就是这样子 如果法警真的觉得说 比如说屋子里面人很多 法警自己觉得他应付不来的话 没事 他就叫NIPD NIPD就会派人来了 如果说房客移留了满屋子那边 东西在那边怎么办呢 有两种做法 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那种法律规定你是要留三十天的 让他来打 正常情况就是家具 正常情况 我不是说正常情况 我不要那个毒品什么的话 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可是那些东西警察不会拿走吗 就是说是 有一些会 有一些会 如果是真的是违禁品的话 警察就会直接没收了 好 那正常情况就是家具 家具 家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就是留在那边放三十天 三十天内 反正他跟你约时间 租客反正有肯定跟你有一些联系方式吧 你通知他三十天内来拿 你就跟他约好一个时间 他上门来把这些东西搬走 就算了 三十天内有一次的机会来拿这个东西 一次的机会 不是搬三天搬五天的 不是那样子 好 另外一种方法呢 在Nassau County 比较流行的做法 是因为Nassau County的房子比较值钱 他们不想到他房子在那边 空三十天不能租嘛 所以Nassau County比较流行的做法 是请搬家公司 打紧上门的时候呢 搬家公司就一起进来 把东西全部的搬到Storage去 但是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搬家公司的钱是你要出的 所以你要自己算一算 是不是合算 那Storage也是你出 也是房东出 所以你要自己算一下 合不合算 不好意思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只是我作为房子 我先会Fright the money 我要把它放到 那个搬家 跟那个Storage的人工 跟那个Storage的地 我第一个我要放那边 放多久 三十天 只是三十天 都是三十天 都是三十天 你要开卖 你要丢掉 那是什么 OK 然后在当中就跟他约时间 我是可以 我不做任何事情 因为Marshall 已经是有order 他才会来的 是的 就是我可以 我就可以坐在那边 等他来约我 可以吗 I don't want to 合养 可以啊 蔡律师 我再问一下问题 请说 呃就是 你刚才讲的那个 去法庭到来 嗯 然后法庭里面 我们可以进去 对 换锁 然后换锁 法庭那个 muscle走掉的时候 那法庭又来住 呃 但是我没有看到 没事没事 法庭上门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receive 给你 给你们一个receive 然后上面就会写的 清楚楚楚说 我来过了 某天某月某日 发生什么事情 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都稍微记录在那上面 如果房客还回来 然后还要进去这个房子 抱歉 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 你给他看那个 Marshall的通知 警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呃 而且你就马上把他们的 要吃 要 法警上的呢 他会叫你换锁的 对 没错 马上换锁 那 呃 还有一个情况是 如果说法警来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是很好的 就自动就搬走的话呢 那 法警是会supervise 整个他们搬出去的过程吗 其实 不需要 看他有没有时间 哦 每个法警的风格不太一样 那假设如果说是法警来 屋里没人 一大堆的东西 嗯 我当场就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没有办法 当场就把这个东西打包 让人送走 通常都是会让你留的那些 留三十天 对 但是我如果我的做法 反正就是说 马法警他就 我说可以去 我是要找办家 但是当天不可能 可能就是要到一个礼拜之后 这样不可能 不可能 你要请办家公司 就一定 如果是你要选 那个请办家公司的方式 嗯 法警就在 就会在那边看着 搬家公司的人 OK 就是说搬家这个过程 是一定要他supervised 是的 而且那个搬家公司 不是你随便找的 那个是有政府规定 要有bomb的那种搬家公司 哦 不是随便找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技术处理 就是说在Marshall 来的之前 我最起码 如果说可以的话 律师部位上 你不要跟那个 那个tenant直接接触 嗯 是不是可以跟他问一下 你那天是 对吧 你是要自己走 还是我要帮你搬东西 对 就是说在处理他的物件的情况下 你自己随时都可以跟 诸客联系啊 OK 就还是自己搬 那肩膀的话 我可以搬到 好像你刚才讲的 那肩膀呢 车库呢 车库呢 那东西全部搬到车库呢 嗯 你要那个东西都叫做搬家 对 那那个情况你就要请 专门的搬家公司 对 对 对 就是搬家公司 对 对 就是搬家公司 对 对 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三十年 反正 叫了那个Marshall 不是Marshall 来了 然后呢叫一个搬家 然后呢帮到那个storage 对 对 这个整个过程呢 是拿Marshall跟警察 在这里看到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没有缺 对 他要看着 看着 然后呢 那警察官是不是也好 那个storage那边 不会不会 反正他就在那个房子那边 他就看着搬家公司搬 OK 那搬家公司那边 那我们的房东要不要过去 不用了 就放在那边 对 那外面有东西就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想说 搬家公司是有规定的 它是有政府指定的搬家公司 不是随便一家搬家公司 不是随便一家搬家公司 然后只要是你找那个Bonded 的那个Roofing Company 责任权在他们那边 他们都是有买保险买什么那些 就该买的 他们的东西都是有买的 就三十天以后的storage 就房东就不用 对 你就把它丢掉就好 你要丢掉 拿回来卖 好不好有一些很值钱 都不可能 那些人都有之前的东西 通常之前的东西 他们回来跟你取 那Lax Smith 我们自己换可以吗 可以 如果你 可以 然后有一些 其实如果你真的来不及 请Lax Smith的话 Marshall也是可以帮你换的 他也有 他们有这个服务 所以刚才用的钱比较贵 所以我通常都让客人自己叫做Lax Smith Marshall能源收110几块 帮你快乐锁 其实大部分Lax Smith 不是说Lax Smith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 可能有些人 有的时候还是当成Lax Smith 对啊 热搜一群看你的自己 差几快新鲜 如果只有体验 可不可以把它自己 闷到那个 Storage 不是啊 如果他只有体验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 把它扔在外面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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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实际上 比如说他讲了说 你Marshall过来的时候 他东西都忘好了 自己有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 如果是 如果是很明显的 就是Lax Smith的话 那你可以 那你就到时候反正会有 拍照也 留个证据 可不可以叫Marshall扔就有 如果是Lax Smith的话 你自己可以扔 但是你就拍照留个证据 说明那确实是Lax Smith 但是有一些情况 如果是那么清楚 如果是没那么清楚的话 抱歉還是得留在那邊留三十天 我試過有一個樓主 他租給一半人 那半人呢 只是在那邊抽大麻什麼 然後就樓上 他是空洞來的 樓上的人就去捧飛了 然後Manishman就叫人家來剪開 叫Marshall什麼 敲了門 就當堂就把他們全部抓走了 然後他也把那個保險像什麼都剪掉 然後剪完了全部走了 他就打電話不久 說你可以來清掉他 那我看他滿家的家具什麼東西都亂七八糟 他怕了 過後不久呢 他們那邊同班人就說他來搬 然後路主說好的他搬 搬走過後呢 樓下那個Varage還留下一個汽車 很多Stick的就是拔單的 不准一個什麼處理 然後他就叫人家來把它拖 拖去路旁 然後這個東西全部叫搬家公司把它扔了 全部當垃圾扔掉 然後把它整個門 因為敲爛了嘛 他整個門放鎖了 然後自己搬進去住 也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他就這樣子搬進去住 你覺得這樣子會不會有麻煩呢 因為現在那個房客可能就已經在警察局 坐監的 坐牢了你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那屋主也不等 一天就不等 他旁邊就把它全部處理 這樣說 你們想到 我按照法律做事 都可以的 可以的啊 只是自己擔風險而已 自己擔風險 就這樣 有一個客人是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正常的上法院去搞 像剛才那個程序 走下來三個月左右 那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正常程序走下來 差不多也要兩三個月至少 那這個客人呢 他就說 他認為這個 這個tenant是已經 譬如說 他是非法已經被遣返了 他有一些理由去這樣認為 那我就這樣跟大家說了 其實你按照法律程序手 你怕的就是 萬一房客來告你 那你要是自己覺得這個風險 是因為沒有的話 那你想想怎麼做 平板套 對 看律師 有一個 那個 他有一棟房子 然後就 突然之間 就是 貼一個 就說 你房東也不可以 看人 所有的人不可以進去 整棟房子被 就這樣做 我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 有很多種原因 通常 通常都是有法院命令在那邊的 那至於是哪一種法院命令 那你要具體看 我可以想像 可能 幾種可能性 就是譬如說 是有一些 NYPD的執法的情況 他是可以把整個房子封鎖起來的 譬如說 像有些妓院 就是被抓到 做按摩 然後實際上是那個 做謊的那種 那那種情況下 法院是有權力去批 事實上 也要去批 尋找 尋找 索先生 你又怎麼會 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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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院然後被掃黃 然後NYPD就把他封起來的事情 那作為房東呢 他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倒楣 他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很多房東都在外州或怎麼樣 他就租一個房子給一個客人 然後當SPA 他心裡就覺得那是SPA 他也沒有來看 但是外州嘛 然後就正常收租就好 然後人家租也沒有欠 就什麼也沒有特別做什麼事 就直到這個被NYPD掃黃了以後 收到通知 然後我是有剛剛處理過這個事情 那這種時候呢 你就要去跟NYPD那邊的警察的律師談 跟他們談說 怎麼樣我來處理這個事情啊 具體怎麼處理呢 這個是Case by Case 但是可以去處理 然後呢通常你跟NYPD那邊 達成了某種和解協議 之後呢 他們就會願意跟你在法院那邊簽一個 和解協議要法官簽字 法官簽字 就是P的說你可以打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打開了 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 幾個禮拜幾個月 那多少錢 這是另外一個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是吧 錢的事情 我這邊是用黃購區為飯本 那在不同的Borrow 我們一般收費還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別的律師樓也有可能收費有一點不一樣 每個律師樓這個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有的人說兩千塊就包到趕走 但是這個東西我一向是不太相信的 我等一下會說為什麼 好 通常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要給一個信嘛 這個信就是那個通知 通知我們的收費通常是五百塊 五百塊裡面包含送達費用 為什麼要那麼貴的送達費用 你就說不就是寄一封信嗎 寄一封信不是十塊錢就搞定了嗎 不是這樣 在紐約市裡面呢 通常比較好的送達方式是 他們在那個驅逐的法令裡面 是有規定怎麼樣多送達 這個送達呢就是你要派人 親自送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送到那個地方呢 不是隨便送扔在門上就可以了 不是的 他是有規定要怎麼樣 在什麼時間點去送 送幾次以後你可以貼門上 怎麼貼門上 遇到誰要問什麼問題 這些東西都是有規矩的 那為了避免麻煩 因為一旦這個地方出問題 你未來上庭的時候 有可能還是會被駁回 為了避免出問題 我們都寧願花錢 請專業的送達人去做這個事情 不好意思可以解釋一下 你說那個notice已經不是 他從一開始欠租 就是你的pay and all daycare 你這已經是inviction 你這inviction process開始 對 那個時候就開始 就是inviction process 對 沒錯 那這個是就是 你是告訴他說 我是已經上庭的 就是說是這個inviction 不是 通常這個notice上面 也都有規定的內容 通常上面寫的都是 如果是沒租約的情況 就是說 你現在是month to month 那我決定要terminate掉 你的month to month 所以你必須要在幾月幾號 搬出去 不搬的話呢 我就會上把庭去改變 ok 那 對 然後如果是欠租的情況下 你就要詳細的起 你欠了什麼幾個月的租 哪個月是多少錢 lay fee多少 lay fee多少 這些都要寫清楚的 然後 然後告訴他說 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要嘛給我這個錢 要嘛給我這個錢 要嘛反總 否則我就上庭告你 那我問一下 你比如說 你拿送這封信之前 假如說這個房客 去你一個醫院了 還沒還不出來 嗯 在什麼情況 你請律師 還是馬上 任何時候 他一旦欠租 一旦欠租 超過這個due day 你就可以開始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你要先要收到 就是說你說 欸 我這個月沒有收到你的房租 ok 你這個也要給我 嗯 要呢你就是 放出去 比如說你上面如果是五天通知的話 就寫 你欠了多少錢的租 五天之後 你收到我的之後五天 嗯 還沒有給我的話呢 我就上廣告 ok 當面是看到這個 不是當面 這個是有那個書面的東西 是不是不如我自己先給他 你要自己做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是做錯了 浪費時間 我沒有辦法 你說就剛才那天說的 然後就是要給他 對 當然你要自己做也可以 我不是說不行 我要做我自己的房客的話 我肯定我自己做 ok 不行 那是吧 那是因為我知道要做 那這樣也是 那我一個房客都是這樣子 嗯 都是吃兩個禮拜交注 那要什麼情況 你這個東西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了 因為你改人呢 你是需要花錢的 要花時間的 那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你自己考量 對吧 你自己考量 那我帶著一個 台語中文的提示 如果 在多倫的再均勢 如果 背心的拿去做的話 痛難 如果你遇到狂霸的話 那 痛難就怎麼處理 ok 那個會在後面會講到 不過我就先簡單的說一下 地下室 或者是其他的違法 什麼違法分座 違法什麼什麼 你自己都知道違法的那種情況 嗯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就算了 自己都知道是違法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下 有租約就很麻煩 因為在有租約的狀況下 你通常只能告訴他沒交租 沒交租的情況就是上 nonpayment這種訴訟 nonpayment的訴訟 你房子必須要是好的 法官才會判贏 如果你房子有問題 nonpayment的訴訟 都是有可能被駁回 nonpayment就是這種 欠租的訴訟 就告訴法院說 我雖然租約還有 但是這個租客欠我租 所以我要把他趕走 這種叫nonpayment 另外一種叫做hold over 這個東西就是 我等一下會講到這個區別 對 先回去剛才講 快速的講一下錢的問題 整個坐下來大概三千五 好 做給腳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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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東西 那就是我覺得有個問題 我問一下 因為就是我們書 就是說收那個房客 兩個人的押金 他現在要搬走 然後他說我的押金拿去抵押給幫助 然後現在已經超過了一個月了 他兩個月已經一個月了 然後他現在說 他現在說 如果 如果我不幫 他不幫的話 那怎麼辦 你自己決定 你要願意相信他 你就相信他 但是你要覺得有一點風險 你想要先出一個通知 至少這個時間上面不浪費 就是說他超過了就是押金是不可以抵押的 理論上是不可以的 哪可以啊 理論上是不可以抵的 押金就是押金 換一他把你房子搞壞 對啊 你別去 但是這個是理論上 實際上你願意給他一個寬間的空間 這是你自己的去 就是如果像這樣的情況 也可以說去請幫他叫那個 可以開始去幫他 可以 三個問題不好意思 那我看到其中有一項費用是Hearing 也就是說這個費用裡面 你們只是包了4 或者是上台是3次的 如果說之後不管處 我們就是說是不可預知的情況 他就是要再去上屏 那然後又是10350 就是10350 但是大多數以你們的經驗 的setting是可以做下來的 通常他都是可以處理的 那我說一個就是說 就是branch out 一點 很多朋友就是認識 我們如果說周圍朋友啊 聊起來都會聽到說 朋友怎麼樣或者朋友怎麼樣 他們會說整個過程拖了 有可能一年半到兩年 兩種可能性 然後他們前提是 他們的確請了律師 兩種可能性 他請的律師有問題 這是有的 另外一種可能性 他的房子確實比較有問題 有可能 但是通常這種房子有問題的情況呢 他後面可能稍微小心點 或者是等一下再說 因為前面的人可能要想聽清楚 兩種可能性那種請的律師有問題 另外一種房子就是房子本身有可能有問題 但是通常這種情況我事先都會知道 我一開始在做案件評估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房子可能有問題 你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做可以做 但是有可能會脫絕 或者是有可能會怎麼樣 我通常都會先跟你講 那你就心裡有一個底了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一個客人總體來說還是好的 只不過他也是在測試我們的底線在哪裡的話 說到底我們花錢去趕他 其實有可能的律師就是說 你先幫我出一個notice 500塊錢 對 如果說在那個時候 那他要不就是 乖乖的就付錢了 或者他真的就自己走了 那就說我們這個案子也就到此為止 對 沒錯 我通常收錢都是分兩個階段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那個500塊的那個notice 那這個notice發出去之後 有的時候是有效的 他很快就搬走了 或者是很快就付錢了 那這個案子就不用繼續進行下去 你500塊就解決了 那後面的那個階段 就比較沒有辦法分割 因為後面那邊就是法庭那邊的程序 要走都是幾乎都是要走完的 然後進來上都是要走完的 那譬如說你 anotice收到了他不幫 那然後呢他又不去過怎麼辦呢 那你可以拿缺席判決啊 最好 缺席判決 或者是有個東西叫做 inquest 那誰送呢 是你們的律師爐送呢 我會去處理 OK 我們會去處理 記住 那就是我們在一開始 查這個客人的這個 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查他以前沒告過 可以 我等一下在最後面會告訴大家 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網站啊 app或者是什麼 會可以去查到這個紀錄的 不是只有 是他一被告了就有這個紀錄 還是說要告一下 那才有紀錄 每一個app 每一個服務的這個搜索的範圍不一樣 對 有的是他一被告就有紀錄 有的是要拿到判決的紀錄 不一定 所以在這個Flyer上面 我們有三個網站 是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其實我們這個Flyer上面 有一共您可以去查的 謝謝 還有您補充 然後這個3千屋裡面 大家也說一下 其實裡面有一部分 不是我們收的錢 有一大部分大概是六七百塊 左右 是那個送達人 法院 還有法警 所以大概整個做起來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剛才講到兩種不同的訴訟類型 最常見的就是兩種 nonpayment nonpayment 就是欠租 你想要告他欠租的這個事情 這個好處呢 是有的時候會很快 他如果不出庭的情況下 是可以很快的做完 大概兩個月兩個半月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會拿到money judgment 你會拿到money judgment 金錢判決 就是法官判說他欠多少錢的一個判決 這個判決你是可以去執行的 當然執行的是另外一項功夫 那個我就後面再說 那另外一種就是hold over hold over的好處是 就是沒有租約的時候可以做的這種訴訟 好處是幾乎是一定趕得走 沒租約的情況幾乎是一定趕得走 就算是basement 就算是你房子漏水漏得一塌糊糊 就算你房子被火燒過有一半沒了 這種情況都可以改得走 那就是比如說hold over 假如說這個房東他家裡 突然之間的屋領落水了 他就說不好意思喔 我希望你幫出來 萬一這個東西掉下來 也有生命的威脅 那假如說房客不走 那怎麼辦就是hold over 對每天出入院的時候可以做hold over 那就是說你怎麼用房客去 就是這麼講他不走 那怎麼辦 你就房了三十天通知給他們 就是類似的也是你們出的是吧 還是自己 你自己我剛才已經講了 你自己要出是可以的 對對就是說 不是房客住過超過三十天之後 不晚的以後就又沒住 他們都會說房客問 他們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都是假定他是房客的情況 那個來你家睡一個晚上的朋友 我算喔 這邊都是在講房客 就是那種住三十天了 然後有權利住在那邊的那種房客 不好意思回到上個slide 你們那個過程是多久 我可能沒有記住你應該說過 可是我忘了就是這個過程 一般來說是從一個正常普通情況 三到六個月 三到六個月 那你這個你這個情況包含有沒有 包含我是聽朋友說 如果說你的房客是有一個school age child 在冬天或者是在school session 他說喔喔喔喔 你就一定要等到那個 要不就是請 要不就是天氣了喝了 不是的 OK 三到六個月 謝謝 那還有一個就是也是 聽說我想求證一下 那個money judgment 會不會說如果我去上屏 是因為他們stopping的 待會我就說 我不用你還我錢了 你現在就給我馬上頒 會不會就是快很多 是很多 不會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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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它幾乎就會像holdover的訴訟 的樣子 OK 對基本上不會差快 如果說政府付支票的那種房客 Septionate 支票或者其他的投稿 但是因為某些員會的支票自丟 或者某些人就是說 沒 呃 法律沒收到支票的話 可以給房客 那個天安分動歷史嗎 呃 在像session 8的那個情況下 有一點複雜 你要區分是政府的錯 還是房客的錯 如果是政府的錯 那你必須要告政府 他必須要通知政府 而且他有很特定的通知方式 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知道很多律師是沒有在做的 因為那個東西比較複雜 那如果是房客在住 房客欠你夫的話 你還是可以趕的 但一樣 你還是要通知政府 在所有的session 8的訴訟裡面 都要通知政府 當然政府不一定會做什麼事情 但是你該進的 對他們不一定會做什麼事情 他有的時候就回你一個信 告訴你說no objection這樣 是有的 或者他就不一定會做事 但是呢你還是要通知他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那蔡律師 就是說房客的律師 那就是房客沒有錢 那政府有沒有免費給他律師 有可能 這個政府的免費律師 就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標準 決定要不要收案 那個叫legal aid 或者是他們有不同的legal aid的progress 有的是年紀到一定程度啊 收入低於多少啊 反正他們有不同的progress 那有可能 通常幾種情況會比較容易 有這個政府律師介入 年老年 然後收入不高 然後通常老年就沒有什麼收入吧 所以這個很容易符合 老年65歲以上 有小孩 school age的小孩 通常也會有政府律師介入 然後呢 disabled 如果有disabled的情況 也有可能有政府律師介入 但是我剛才講過啊 有政府律師介入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壞事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壞事 當然他肯定是站在他的那個 客戶的立場狡況 所以你的文件裡面 要是出了任何的疲漏 他就會搖你搖到死 但是你的文件裡面 要沒有疲漏 他也沒辦法 他沒辦法 他就會跟你好好溝通 可是反而這些東西 真的還能夠溝通的 那是不是說 他的確就是法官以後說 你的小孩現在在讀書 現在是尤其是在冬天 對啊 你必須要讓他 或者他就說 那就延遲 再判 可能下次上庭 真的就是要到了春晚 花開 他在可能是春的 我不知道 是什麼春假 夏零明的時候 他們不管這個事情 不管這個事情 OK 第一次出庭 肯定都可以演 對 他自己不要求法官都會自己給他 說哎 你要不要演一下 第一次出庭 是這樣子的 第二次出庭 就不是了 我已經講過了 第二次出庭 就不是這樣子 而且法官並不喜歡 案子在 calendar 上 超過三次 他也說三次都不出庭 你第一次沒出庭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 inquest inquest 就是拿缺席判決的方式 那這樣兩分就搞定了 那再問一次 蔡律師 那假如我這個地場是 就給教會 教會 教會 有教育的律師 好像政府律師 直接也加入進去 他們說 我有想交還住 但是現在沒辦法交還住 假如這樣行嗎 那我跟你講 你剛說我這邊不是慈善激動 對 但是他就是 他要講什麼都可以 人啊 很多 很多人是不守法律的 法律不是說不可以殺人嗎 不是說還一堆人在那邊殺人嗎 他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他的事 你要不要接受 那是你的事 明白吧 他說什麼 你願意接受 你就接受 你想 你就想 啊我就是覺得 我就想要租給教會 我就是想要為教會 貢獻一個力量 我寧願不收他的 沒問題這是你的選擇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並不是他說什麼 你就要擺帳了 明白啊 好吧 行 那大概 Pover跟Nump payment的差異 最主要是 我剛才講的這幾點 那至於具體要哪一個呢 這個case by case 就是你要自己去做選擇 根據情況做選擇 你的房子非常好 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情況下 我覺得Nump payment是挺好的 那你自己房子明知道有問題 可能就得做to-over 那根據不同的像 Rain Stabilizer 或那些其他的 Section A 那些狀況 每一個狀況都有各自的 適合的東西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 比較特殊的情況 比如說Rain Stabilizer 或者是Section A Section A就是正不補助的 大家都知道正不補助的那種 通常是補助一部分 有的時候呢 政府補助的部分很少 有的部分 有的時候政府補助是很大塊 好處就是政府的部分 你通常不用擔心會欠租 政府通常都會有錢的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也是有一點力 像前陣子 Government 是在shut down嗎 確實就有人收不到租了 他們就收到政府的一個通知說 我們現在在shut down 所以沒有辦法給你罰起來 後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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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通常後面 等他們回來之後 他會賭給你的 對 只是你那 因為想要 你就自己要想把它撐過去 就是這樣 那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狀況 大部分的情況下 政府的補助都是 都是蠻穩定的 但是呢 他每半年會來做一個 inspection 沒過的話呢 他就會暫停補助了 那 inspection 這個東西呢 就是 他會派人來檢查 這個房間是不是有問題 如果你遇到的不好的租客 就是不讓你去修 或者是跟你很不配合的情況下 這種情況會有嗎 這種情況會有嗎 對 就是兩個問題 那一個就說是 如果是房東 我們站在一個平常人的行動 的確是因為這個tenant abuse 他故意弄壞了東西 如果說他把爐頭故意弄壞 那你就的確沒有辦法做飯 但問題是 他是一而再而三的 他在inspection的時候 就說 你這個東西的確壞了 那房東應該怎麼辦 好 這邊就 這是一個三角關係 你跟政府 這是一個關係 政府不管這些事情 政府只管一個東西 就是你這個房子有沒有過檢查 過檢查就給你錢 沒過他就停 他不管你的房客之間是怎麼回事 你跟房客之間 你對他可能有很多權利 你可以告他 但是他不一定有錢 明白嗎 你可以告他拿到一張一百萬的判決 他都沒錢給你 那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inspection aid的東西是這樣 我的建議是 整體來講 不是不要做 你對房客 本人的那個素質 要有一點點敏感 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要特別注意 並不是說所有的inspection aid的房客都不好 或者是好 但是你看到這個inspection aid來申請的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人 過往是什麼樣的紀錄 做什麼職業的 這些東西你都要考進去 那就是說當你租給他的時候 你就查他的信用 是吧 你該查就繼續查 該查收入 該查信用 該查過往紀錄 該查怎麼樣 什麼查 最好來見個面面試一下 對 我說一個不是跟inspection aid有關 但就是說是普通的租客 因為家裡比如說是有小孩 你要幫他裝window bar 或者你哪怕沒有的話 你要幫他裝那個small detector 還有那個就是carbon那個東西 所以所有的東西 如果說但是他付錢還是付得蠻準實的 只不過我每次要make a point 比如說因為你是要大樓去弄的 還不確定你自己去 或者是你就是很 you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apartment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有幾種做法 通常比較合理的做法 是當你能夠盡量約時間去盡量約 真的約不到的有幾種做法 你就跟他一個通知 提前比如說幾天的通知 書面的通知 然後告訴他說 我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去做這個事情 當天他還是不開門的話 你還是可以換鎖的 但是但是換完鎖了以後 我新的鑰匙要給他 這個所有的東西都有個證據 就是說哪怕這些 我是個人覺得就算 non-emergency 不是說要漏水 或者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說在這些情況下 因為是政府要求 我是作為房東 我必須提供給他這些東西 就像我說了約個時間 然後上門去修 他人站著開門 人不在 換鎖給新鑰匙 但這樣 問題是說你出 就是說你寫一封信給他 他說你給我 我沒有收到呀 certified now 你有很多方式嘛 譬如說你平常怎麼跟他溝通的 他平常 有沒有email 有沒有簡訊 ok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留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留 譬如說那種信貼在牆上的 你自己租約裡面有講說是怎麼送 你就按照這個方式送 但是我建議你多管其下 最好呢簡訊也發一個 電郵也發一個 信也發一個 信呢就是certified now 記得 certified now 就是一種 不是說沒有用 那是其中一個做法 姐姐天馬上不用看他病人 姐姐天馬上 她就是說把她扔掉了 我沒有收到呀 這個沒有關係啊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關係 你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留一個證據 對 那我換一個方式問 如果說我不想在她不在場的情況下 叫她房間去做這些事情 雖然我知道這是我的責任 那我要的就是鐵切這個關係 我可不可以做法是 我通過電子郵件 text message 我送跟不送那個certified mail 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之前會有很多correspondent 她的確有回我之前 沒錯 那做好了就會說 你要記得跟我來約時間 過一個禮拜 再來一次 你記得要過來約時間 但是她一直不回的話 我可不可以 那在那種情況下 如果說很不幸的 小孩子怎麼樣怎麼樣 那她作為她會不會有一個 房東沒有幫我做啊 那我這個時候我拿到這個 我已經進了 I resolved all my resources try to reach out to you you didn't make appointment with me 這個時候 我的作為房東的責任 會脾氣嗎 會脾氣嗎 好 我跟你說 大家要記得一個事情 我是整天在打官司的人 對 沒有辦法 我整天在打官司 對 大概沒有人像我這樣 整天在打 打官司這個事情 是這樣的 我做完遇事 打官司是好的 因為這是我的生命 我收錢來打官司 這個是好的 對你們來講 並不是這樣的 你們在花錢 花時間打官司 還拿不到錢 這是常見的情況 我這樣說吧 就算你上兵上到最後 贏了又怎麼樣 你是不是花時間 對你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所以我常見給你 雖然你很有可能會贏 但是對你沒什麼好處的事情 不要去做 那從風險去分析的方面去 再回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假設我會不會有任何風險 假設家庭的狀況是大人帶著小孩 所以說任何事情都是有風險的 但是這個風險會比剛才那個 就是在那裡 在那裡 我還沒有回覆 然後我就說 OK 在某年某月我會來 然後我就帶著 就是兩個人去那邊 把東西做好了 要是換好了我給他了 他會不會煩惱一個說 You access my property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d I miss a very valuable 我祖母給我的項鍊 現在就沒有 所以說任何事情都是有風險的 但是這個風險會比剛才那個 就是在那邊等他上門 就是等小孩掉下去的那個風險 更低 更低 謝謝 因為你帶著人上門 你的拍的影片 有人正在那裡 OK 對吧 可以說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像政府 broker 那種 比如說是一房一廳的 本來是規定是 如果說是只能住一個人 他有規定的 真的 然後後來比如說他 可能是帶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在那邊每個星期五 或幾天的這種 是說那個正常的嗎 還是說 自然而言 某些時候都要跟那個人 裡面講得很清楚 除了租約上面寫的租客以外 這個法律也是人性的東西 除了那個租約上面的那個人以外 就算他是一個人住的 任何的租客都可以至少再帶一個人進來 除了他自己的 自己的家庭那種不算 什麼小孩那種不算 那個是本來就可以的 除了這種人以外 都還可以再多帶一個人進來 法律是沒有 現在 這個很難找嗎 你也請問什麼呢 法律不會管這種事情 不是 他只能說了你說 一個人就一個人 法律的規定就是想說 剛剛以後寫得很清楚 多帶一個人 即使這個人跟他一丁點關係都沒有 一個大人 一個人是可以的 五個人都不行了 就是 這個能帶來 就是每天住在你家裡 可以 一個人 上線就是一個 這個法律都有規定 比如說 你租一個房子出去 一房一丁 還是一個 然後他多出來一個 沒關係 對 以租約多一個人都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但是我在租約想 我可不可以做這樣子 就是我猜什麼 第一個 你如果說要多帶人進來的話 我要拿到他的I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nd I will run back on chain 我可以要求這樣嗎 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我不覺得在法律上面會很佔著助角 因為通常這個多帶一個人幾乎就是他的權利 OK 謝謝 那通常的就是 recall 通常的又是要做我公司 通常可以叫做コア 通常很要求的是 如果是род爭定的理念 你要公司 你要個ID 这个倒不是因为纽约的人口密集度第一个很高 第二个你去看纽约的那个sex register 现在就在五大道上都会有sex在那边吃 然后从那个风险上的确很有可能 当然不是说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话 你要不要上海的话就跟他勒他给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上海的话就跟他... 不,我要做的,我要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我要去上海 那我可能意思就是说 I cannot approve your new tenant based on the same 他不是 new tenant 我刚才说的这个话 就是说他可以随便带一个人来 这个人不是 tenant 他不是 tenant 那万一说这个人带一个人来是杀人换的 真的杀人 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的风险空门 那我还是换一个方方试问 三家庭 其中一家庭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大概是teenage daughter OK 另外两家庭很普通的人 那妈妈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是经常在家 teenage daughter dating a 可能是男朋友 不管是什么年纪 在他们开车因为小孩子不懂事或者怎么样 在他们就说是出于任何状况 他们开车出我的车铺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正好撞到了其他要么是路上的行人 或者说是租客 可能他另外也是有一个车位 他们就说有car accident 有没有受伤 比如说第一个财产离学受到的损失 那在这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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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什么是 they sue negligent 你房客你知道的 negglegent是什么 就其实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些 就是case study 或者什么 其中他们说话说说 房客那个 那就是另外的 不是那个单亲 不是那个problem family 真的会 他可以 you can sue anyone and anyone in united states 对不对 然后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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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样 一个是你的 insurance 第二个是 whether you have have this under your personal name whats nlc which is separate topic 对不对 那他说 当然 insurance a good 你说是好的 不好 insurance 他们有 roupals they can get out and sometimes they do well like the 美国的 不是说法律 而是他的那个 judicial system 他说 如果你是有钱人 而且那个是没钱 是租客的话 我们就是应该 money wise we have to reward 就是他的那个 metality 不是说的确是对的 但是他说 很多事情要做做法 是个practice 对 是说 所以我才是 恢复到 long story short 我回到我刚才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必须要控 有什么办法 控制住 住在里面的人 你当初不是我proof 我最多就是说 你不可以sublet let 你如果说要新的人进来 我就要做 background check 你如果说 background check 你虽然income达到了 然后不会住在第一个 first place you cannot move in 但是不好意思 你background check的话 能不能就是说是 又比如说 我说 不好意思 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 让新的人搬上来 原因是 你想 不可以 一个人 那个人是不可以的 租客你要做任何的 background check 你要做任何调查 那是你的事情 除了一些政府禁止的事情 你要做background check 这是你的权利 那一个人他不是租客 他法律规定 他就是有这个权利 但一个人进来 不用经过你准许 除了大楼本身 通常会有的 叫做reasonable method 比如说 比如说那种管理的大楼 通常就像卡ID 这个叫做 通常被认为reasonable ok 对 除了这种reasonable method以外 一般来讲 是不能什么background check 查social 这个东西都是不行的 那是不是说我反而应该说 我只要拿到了 他说一个人租着好好的 他说我会有个boyfriend 或者girlfriend进来 那我其实为了保护 我自己的房东的利益的话 应该就说 我只需要他的ID 我反而就不应该去查他 因为一旦查了的话 反而人家说 你都知道他是sex abander 你还让他搬进来 哦 那反而就是多做多错了 有的时候是这样 ok 谢谢 thank you 就是说一个公寓租给两个学生 签历史的时候 两个学生都签了 然后后来就说 一个学生没钱了 他不能付了 然后另外 对另外一个他还继续付钱 那如果要赶的话 这样子你说两个人都要赶掉 因为历史是两个人签 如果是两个人签 然后那个中约上面是写 比如说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那上面写的是五千块好了 你五千块收到你就不用赶 你五千块没收到 你就是要赶 哦对 关键现在就是只有一个人 他一个人住在那边 他继续给你交五千块 你赶他做什么 对他就是只顾一个人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没收到租 那就是另外这个人的一半 要不要收他 如果要赶他 要收他 那就是不收啊 你要赶他只能 你收到两千五个时候 那就没收起 就没有收到五千 你不是两个两千 我是一个五千 对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租约 那就是一个补约 那就是一个月五千块 不是一个月两千五 不是两千 那这个两千五能不能收 可以 可以收 然后再赶 可以 然后再赶他们的诉讼 然后再赶他们的诉讼 嗯 那个你得要赶完了之后才会赶他们的诉讼 那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non-payment的这个诉讼 就是 好处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whole over这个诉讼呢 你三十天通知出去的时候 是不可以收 不可以收钱的 因为你那个whole over 就是说没做没有 我就是要赶你走 那种情况 三十天通知出去之后 不可以收租金 直到上的法院 法院让你收为止 但是non-payment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收 收一百收两百 收一千收两千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没收到那个数 就可以 对 没错 你收到那个数 你不用跟赶 你送出去 通常开启whole over 诉讼的方式 就是给他一个三十天通知 告诉他说 你这个里面有租约了 我就希望你走 三十天到齐了以后 你才能上庭嘛 你三十天通知 一旦寄出去了 一定发出去了以后 那个月的房租 你就不可以收他了 但是之前那是可以的 直到上了法院为止 上了法院之后 你可以要求 比如说他要求延庭 那你就可以要求 他继续交付 法院说可以收就可以收 我们今天再讲一个 可不可以问一个 不是跟那个 invection有关 但是跟那个 least renew有关 因为大家其实希望 好好住在这 是是是是 那在一个一年的租约 快要到期的时候 一般我法律 有没有规定说 你必须最少提早多少天 跟他发出通知 跟他说你要 可以吗 好的 是这样 分级的不同情况 在reinstabilized的 房子的情况 是有规定 租约到几天 90到150天的 这个座位好东西要给 但你们手上 我估计很少有 reinstabilized的房子 都是比较早以前的房子 而且通常都是要 六个家庭上 才会有这个问题 除了一些很奇怪的 状况以外 那六个家庭 你比较的房子 我一般都建议 最好还是 尤其是这种reinstabilized的房子 最好找专业的人 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有很多小东西在里面 那专业的管理工 他们比较亲衡 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那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规定 说什么时候要领域的 没有特别的规定 除非你自己 中约上面有写 那中约有写 你就按照中约咯 没写其实是没有规定的 你甚至 苏约到齐乐 你让他在那边 比如说做两个月之后 他突然要做 要跟你renew 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 没有规定时间 好不好 对 谢谢 行 然后刚才讲到一些 比较寸敷的状况 嗯 除了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 Rain Control这个东西呢 几乎已经没有了 几乎是没有了 有的话通常也不会在你们手上 Rain Control的名字是很明显的 那个租金啊 那个租金是没有上签的 没有在曼哈顿的中心地带的豪华Building 就是一个正常的建议 就是一个正常的建议 中心地带哦 三百五百都有的 Oh my god Rain Control 500可能要三个卧室了 没错 没错 谁可以拿到当这个这么好的奔赏 老美国人 那个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制度 那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跟着那些很老的人 然后通常只有他们的家人 他们有一些限制的家人才能够继承 所以几乎都已经是没有了 那房东通常也不会像他有什么都会坏掉 他也不修 他就无所谓 他搜那个三百块五百 他直接修死了 对不对 他就不管 然后那些人也就继续住在那个很破的房子里面 然后一个月有个三百五百继续住 他们也无所谓 但这个状况很少很少很少 至于Rain Stabilized 其实也是有 就是六个家庭以上 或者是有一些情况 新建的condo 他们为了要拿减税 也有可能是Rain Stabilized的房子 那至于你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怎么知道呢 一种可能性 一种是你看他这个卖价 摆明的就是低于市价 通常的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大家这个道理都要懂 东西特别便宜的通常都是有问题 要嘛就是像这种Rain Stabilized的房子 要嘛就是有其他的 你暂时看不见的问题 那具体什么问题我也很难说 就是有问题的状况千百种 没问题的状况只有一种 有问题的状况就是千百种 那通常找律师就是给你查这些东西 该做的产权调查 该做的调查都要去做 然后呢租约呢通常都是要看 你看买到一栋commercial building 一栋八家庭的房子 你肯定要注意问他有没有Rain Stabilized 那有的时候啊对方很tricky的啊 对方律师有的时候我也遇过这种状况 卖家律师就说哦没有 他这个是早就已经结束Rain Stabilized的状况了 他是这样说的 他这样说你不要这样信 你要拿到证据 要拿到东西出来 有的时候拿东西就是要去做调查 他拿出东西来证明 他某年某月某日以前的registration是怎么样做的 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离开了这个Rain Stabilized的状态 这个东西都是有东西要去看的 所以不要说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 他是不是说要个产权公司帮他做的 产权公司不会给你调查Rain Stabilized的事情 因为这不是产权问题 但是通常我们继续是会做的 通常 至少我们律师老师也会做的 我问您啊就是Rain Stabilized 会不会在比如八个Uni 有一部分是一部分 有有可能 不是都是是吧 不一定 因为有在Rain Stabilized的方式的情况下呢 有几种可能性会让他逃脱 脱离Rain Stabilized的状态 一种一种状态就是Rain 就是租金已经超过一个数字 那在租金超过一个数字的状况下 你就可以给那个租客一个通知 说这个房子明年就会离开租金管制了 就跟你告诉你一下 你这个通知有做 90到150天之前 租约到几天有做这个通知 就是一切都按照法律规定的来 明年这个Uni就离开了 这是有可能 它的租金已经接近市场价格了 它是有一个规定的数字 这个数字每年不一样 然后就是说 即使这个Uni 比如是Rain Stabilized 现在它已经搬空了 搬空以后呢 其实它还是Rain Stabilized 没错 对吧 即使 没错 因为有的油菜人可能他会 把房子清空以后 其实它里面 8个加上了6只Rain Stabilized 它告诉我们中国人说 反正就是Rain Stabilized 就可以 还便宜 还感觉要是相对于 空房和市场价格 还便宜那种 其实 但是这个要 这个也想查到 第一它有 有请求Rain Stabilized 它是什么状态 是一定要通过找律师 还是自己可以查的 你自己都可以查 你要会查的话 你自己都可以查 DST 对 你自己有心情 有能力 知道怎么查的话 这些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对 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的 没有法律 没有规定 你敢租客 一定要请律师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请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太多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时间 时间 就是一点 然后呢 对很多东西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时间就浪费了 然后呢 浪费了时间 就是浪费你的金钱 因为你几个月 说不到租 对不对 那如果律师查一次 要多少钱 查一次多少 就是通常 通常啊 这个东西都会包在 那个律师费里面 对 他不会说给你查一次 两次三次 不是这样 或者他的价格 没有接近市场价格 比如市场是1800 他现在只有120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帮扑你以后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对 对 他这个 他不是说市场价 Destabilize 他是有很特殊的规定 很特殊的规定 那通常一种就是租金到了一个门槛 他不是市场价哦 他是有政府规定的一个数字 不是市场价 然后呢 即使到了那个数字以后呢 你还是要按照规定去给通知 说到这个就讲到这个 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诉讼案 就是在讲关于这个东西了 就是租金到了一定的数字以后呢 作为房东你就给一个通知 明年就出去了嘛 就可以离开租金管制了 但是你给这个通知的时候 万一这个地方是空的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了呢 那 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诉讼问题 因为有一阵子地区法院就是地方法院 防护法庭他们是说可以的 对 你这个地方是空的话 你可以不用给了 然后后来呢 上诉到上诉法庭的时候 上诉法庭说不行 那你知道纽约是上百位房东的案子受到影响 上百位房东 那这个东西这个有的时候风险是很难避免的 光 你不要说你们这些法律的这个不知道 法官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达成共识 所以我才说他们上诉到了 上诉法庭了以后就翻案了 天知道会不会还继续上诉再继续翻案 这个东西很难说 所以呢 所以我们律师呢 听我说建议往安全的方向去做 保守的方向去做 保护自己 好吧 然后大概是这个 我一直都告诉各位 你要走到上法庭呢 都已经是病目高慌了才会上法庭 正常人是不会上法庭的 对吧 那避免上法庭呢 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做的 像刚才这个网站里面有提到 有几个网站可以去查 那我自己最近呢 发现一个蛮新的一个APP 那这个叫做RedReady 我特别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除了可以去查这些所有东西里外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 后续的用来管理租客的一个方式 它每个月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块吧 然后它可以管理一整栋Building 或者是好几栋Building都可以 根据情况 然后它不是只有前面帮你查 房客的所有东西 后续交租金的记录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它来达成 那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记录在那边 那对于房东来讲 尤其是万一你是在管这种 很多Union的这种房子 有一个记录在那边 你自己脑袋也不会搞不清楚 说到底是Union3 和Union5出了什么问题 东西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在用起来我觉得还不错 这也是推荐给大家 反正这个APP也不是我们开发的 那一个管理的话 你会说几个Union以上 You have high resident of energy 没有 你自己高兴上百个单位 你自己管理都可以 你自己高兴 你有这个knowledge 有这个energy 没有问题 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那商业楼 商业楼也没有规定 你自己高兴你想要自己管 也是可以 但是通常啊 我看到那些比较大的房东 通常都是 就是会有专门的管理公司在管 通常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是商业楼里面 做利息收费多少 商业楼啊 如果说我们作为房东 来帮你出租约的话 一般来讲800到1000 除非是特别复杂的那种 shopping mode lease shopping mode lease 那个是另当别的 那个比较复杂 一般800到1000 最主要注意什么 嗯 最主要注意什么 我们是有一个一整 如果是商业楼的话 我们是有check list 我们会告诉你哪些东西 租约我们给你出的啊 我们肯定是站在你这个方向 站在你这边 全部东西都给你写 偏向你这边的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需要提醒你什么事情 我们到时候都跟你讲 我们都会有一个check list 跟你go over 什么东西要注意 这样的事情 然后 而且商业楼呢 通常都会有双方律师代表 通常呢 我们都会出的很偏向你自己这边嘛 那你的租客 就会来跟你讨价还价 所以告诉你说 这边我不想要这样 这边我想要那样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他在意什么事情 对吧 像地产经济的话 如果说他自己成立一个 然后帮客人管理一些 比较大的物业 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 很谈定 对吧 对不可以的 对 他们这也是也是有牌照的 所以是可以的 你可以 你可以去拿一个 certification 但是没有说要求 你the real estate sales license 是可以去做卖什么的 当然你管自己的物业 是不需要自己的 自己的物业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大家就是这样子 好吧 那我想应该今天也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冒着这个大雪来 我知道今天这个雪 就真是很不容易 这个大雪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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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